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家,无论是在文化和信仰方面都是人人平等,都是每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现今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最好,也是人气最棒的佛教,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然而,我们自己本土的宗教道教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被人们忽略了。 早在东汉末年1800年前道教祖师张天灵,就已经创立了道教组织,引到为最高信仰。 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义皇,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成习战国以来的神仙帮数演化形成。 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祝您的有太平道,无都密道。 说道教就不得不说,我们生活中大家熟知的四座道教明山安徽、祁云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湖山。 是中国道教圣地,四座山分别供奉广远普渡天尊、正武道地、道德天尊、祥模糊道天尊。 但是道教真正的发源地,却不在四大明山之中。 道教真正的发源地,位于四川成都市的大义县境内和明山师祖师张天灵在南北朝顺帝时期创立于此。 在平时生活中,之所以被人们勿讳是由于在南北朝时期,道教盛行流传至全国,因此,现今的四座道教明山,在南北朝时期,开始修建道教场馆发扬光大。 鹤鸣山地处大义县串闪公路旁边间隔古城东边,整座山树木之白夜貌,山风陡峭险峻优深,宁静众不适优了,是当地人爬山放松断裂身体的首选之地。 当年道教祖师张天灵就在此修炼,鹤鸣山自古远吸引了非常多的文人骚客,在此挥避泼墨。 在鹤鸣山除了世道教发原地,而且同时拥有唐代的三绝宝贝。 剑州重扰亭碑,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 碑身高1.88米,碑宽0.55米,碑文采用小传书印刻文字,始建于唐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由剑州赐室奖域监制,以为将自己的正绩美与流传于后人,特要著名诗人李商隐建来提文。 现存于崇阳庭,是颜教唐代文化的重要保护文物。 和明山二绝,大唐中兴宋摩崖时刻,是唐代诗人元解于上元二年,公元7611年书写。 明宋杨素宗李亨平定安世之乱,委婉地从凑念讽刺唐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叹污俘化和政权夺利的斗争。 从而表达人民对祖国统一和平的强烈愿望,摩崖时刻有3.13米高,宽度有3.83米。 从左到右树行英克20形,共计229字。 和明山三绝,摩崖道教造像,崇阳平右侧石崖上的唐代道教造像。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最好的道教魔崖造像,并在世界美术史,中国美术史,同时列入章目中与介绍。 现存的造像都属于天尊造像,是道家最尊贵的天神之称。 其中一尊神高1.8米,带连花关,手持法器栩栩如生。 和明山除了是我们国家本土宗教道教八原地,以及拥有唐朝三绝之外,也是一座被人们经常忽略的户外徒步天堂,山中空气清晰,直被冒盛走。 在幽静的山道之中,给人一种山不再高,有些格林的感觉。 对于这座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道教圣地,有什么看法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